假神药案 徐乃琳骂人 贺一航说没拿钱 检调侦办假神药诈骗案 一人徐乃琳 贺一航 卒以证人身份被传讯 面对媒体包围 两人一脸无奈 不愿多说 炸化地检署日前 破获假药诈骗集团 主席林永耀自称 中国北京长寿集团总裁 派成员到医院等地 骗研磨患者有研发 可治任何炎症的新药 活化细胞药剂 并开说明会揽课 还一平负贵贱锁价 打一针神药 药价30万元 还指派专门护士施打 联合一航徐乃琳 不了不少名人受骗 做了一个疗程 一个疗程就是 六针治疗 六针治疗 治疗后来 你跟我讲 你回去不用开刀了 章检指出 何一航不只使用针剂 并以真人实证方式 出现在宣传影片中 但何一航说 只是去参加餐会 而且没有向对方拿钱 徐乃琳这请检方 敌量她为人子女的处境 并说要不知是谁给的 动新闻彰化报导